拍下炒面 里边有什么东西啊 里边是白菜 白菜炒面 大家好 也是想在最时最先知名中国所有媒体的 下 这个是马老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马思人 一个在中国分会了8年的美国人 关注他的账号 我们今天要去吃美国最活的 中午餐 中午安的Express And the Express baby 熊猫快餐 我昨天没吃过一次想吃 但是我好像有很多mix reviews 很多人说非常好吃 很多人说不好吃 很多人说正宗 很多人 对 所以我们想看 我想看到底 正不正宗 到底怎么样 Let's go You ready 走着 走吧 很好 那儿 下午3点 这么多人才吃饭 你们是西班牙人吗 小猫快餐 北京牛肉 听说过北京烤鸭 但是没煎过北京牛肉啊 什么意思啊 北京牛肉 北京牛肉 非常北京的菜 对吧 真宗吧 应该是 如果因为小猫肯定真宗啊 对吧 炒面 我回去 空爆鸡丁 Absolutely 一定要空爆鸡丁 一定要点 没有饺子 饺子 没有饺子 怎么没有一个中午餐厅 没有饺子 我觉得咱们来两个 应该正宗 两个 从来没听说过的 火炒鸭 你拿三个派子 拿来给猪肝 鸡 别泡 变炒鸭 变炒鸭 有这个菜 那个小猫快餐 好吃吗 哦 看小鸡都能吃 还都能说好吃 是吧 很多人说好吃 正宗吗 回来都非常正宗 中国人说好吃吗 对 对 不方便说是吧 那边太炒了 所以我们这边打包了 然后我们要去找个地方吃 坐下来吃一个公园之类的地方 公园 从样子来说 你们觉得正宗吗 我觉得还行 颜色还可以 颜色还可以 其实美国这边比较特别的 就是这些菜名 在中国如果是什么什么 鸡肉 什么什么猪肉 什么什么牛肉 这边可能把肉去掉 不知道为什么 我先想吃那个控饱鸡丁 咱们看一下 到底正不正宗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基本上每天都会吃 但是样子已经告诉我 就不对 而且没有大葱 这不是控饱鸡丁 我感觉那个肉 味道很散 感觉不好 味道还行 但是不是控饱鸡丁的味道 而且不油 没有汁 反正控饱鸡丁不正宗 行那下一个 你选吧 北京牛 这感觉是那种零食 从一个袋子出来的一块肉 有点肉干的感觉 有三点了吗 送到每天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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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甜 就感觉是 锅巴肉 是的 有一点点脆 好吃 如果是刚刚做出来的 还脆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不正宗 你能够不正宗吗 因为这个是 就本来没有这个东西 以什么为标准 对啊 那是个好问题 可能 它是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因为是他们发明了 先记得炒饭 看看 炒饭 应该 应该 还好吧 炒饭很难 做不好的小饭 哇 不是 很干的感觉 而且我特别饿 你饿的时候 东西会好吃一点 对吧 对这个真的不好吃啊 no 那是个不好的小饭 春卷 其实我去中国之前 非常不喜欢中餐 我就觉得中餐特别难吃 就是因为 因为每日中餐 就是这一些 对啊 我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 但是很多人跟我说 非常好吃啊 没有对比 没有伤害 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嗯 I don't like this I don't like this either 不好吃 这就是在每个 最典型的中餐 炒饭 炒面 炒面 它叫炒面 你边要什么东西啊 你边是 白菜 白菜炒面 真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小冒快餐 I'm sorry but like What are you doing man That's so bad It's not good 其实感觉 都唱多一个味 嗯 这个对你 在于 又干又油 对 对 真的 你们美国人真的牛 你能做出来吗 我做不到 你能做出来吗 我做不到很难 行 来一个便炮虾吧 怎么样 还行 跟中国感觉没什么关系 有一点点亚洲菜的感觉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叫便炮虾呀 不辣 我真的很失望 我没想到会这么难吃 我没想到会这么难吃 我们还有这个呀 来 最后 我们的希望 Cream Cheese Rangu 这是中国非常传统的一个小吃 油炸的里面有奶酪 我觉得 这个是我们吃的最好吃的东西 但是一点亚洲的味道都没有 总结 总结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我还饿着呢 你带我来 去别的地方 去别的地方 去别的地方吗 你等货吧 我几个 视频就到这儿了 记住 Whatever wrongs you have in life You always have food 但是 not this food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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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